台灣是2018年加入這個數位發展計劃 我們叫做台灣數位加速計劃 那在短短的四年間 我們跟14個產業的合作夥伴 做了17個項目計劃 那我們非常以我們自己為榮 接下來的我們的2.0要做什麼呢 2.0其實著重在幾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們希望結合大家的力量 思科的資源 大家一起來讓台灣的數位發展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台灣快張 思科一直是我們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夥伴 非常謝謝台灣快轉 我們的加速數位計劃的推動 看這第二階段範圍跟領域更廣 希望思科今天發表的台灣快轉這個新的計劃 能夠協助台灣在數位轉型 走得更好 走得更穩 也走得更快 走得更遠 於是 我們希望 master